所謂的綜合栽藥 綜合栽藥裡面好像會比較用比較的方式去 比如說這個父母的婚姻狀況美滿 可能好過於擔心 可能好過於離婚 那對這個孩子的這個靈性的健康 就是父母的婚姻越圓滿 孩子可能他的靈性的健康會越好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可能還要一個問號 因為如果你要做主跟主之間的比較 那可能在你的研究設計之前 前面的闪述就必須要先把它鑑定清楚 那這邊後面再推的時候就不會比較 有點還需要再去做很努力的地方 然後呢 最後面就是在83月開始 一直到我們這個後面的 看一下90頁這邊 這邊就是會單純的談論生命教育的教學 包括一些教材的介紹 還有剛剛那個 就是教法的一些食物上的這個示範 那這個部分 我會覺得啦 就是他很有講話這樣子沒有錯 但是如果以整篇的論文來講 這樣直接放在這裡 事實上是前後再退路上 事實上是有點可惜 因為真的中間還是有一些調整的空間 所以我會比較介意事實上這一篇論文 事實上它可以變成好幾個題目 第一個題目當然就是針對國小的這一塊 就可以做一篇了 第二個也可以針對所謂的生命教育教學 教法或什麼做一些食物上的一些 一些論文的產出 最後一個當然我很期待的 就是你怎麼樣把這個靈性健康 血統的靈性健康跟生命教育教學之間的這個探討 可以能夠更加的完整他做的更好的事情 不好意思 然後大家做一些不成熟的建議 就請大家指教 謝謝 好我們謝謝陳徐師斌教授的評論 那我們接下來就進行第二篇的評論 我們請我們南華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院長的 蔡徐師斌教授來做理論 蔡徐師斌教授來做理論 呃 我認識鄒教授 已經十幾年了 看到他就是一個 他生命力非常強的 一個 我要的 行動者 所以我們從他的文章裡面 其實也可以 採受到他的這樣的一個寫心 他在口頭報告裡面 呃 提到的就是說 在現行的教育制度裡面 從小學一直到大學 我們大部分都還是以知識的探受為主 所以 考試啊 這個 呃 成績啊 變成我們學習的主題 但是 相對於這個 客觀的知識 有一個領域是 現行的教育制度 想要做 就是沒有辦法 做的 可以做的 就是說我們可以追問 道德 道德要怎麼教 實際上 我們雖然 小學也有聖會倫理 啊 這些課程 然後在 歐美社會 過去這100年 在現在的教育制度裡面 也差道德教育 但道德基本上 是沒有辦法教育 西方的道德教育到最後變成公民教育 所謂公民教育就是 教你成為現在社會的一個公民 守法和這個社會裡面的法律秩序 可是這個不是道德 道德是一種 阿虎本心本性的東西 所以道德沒有辦法教 我們在看生命沒有辦法教 我們現有的課程裡面 沒有辦法去教一個小孩 怎麼樣去發揮他的生命力 一致力 氣度沒有辦法教 修養沒有辦法教 醫又沒有辦法教 所以總之 甚至包括小孩子遇到的挫折 對於挫折的承受度 都沒有辦法教 可是這些卻是生活生命裡面 最重要的學生 但是我們從小學到大學 這過程裡面 卻把它放在一個 可以考試平定的這些領域 以至於人生裡面 非常多重要的價值 卻沒有一個教導學生 可以換到 所以我感受到周教授 他在論文的背後 和他這些年寫出國的事情 就是看到怎麼樣 在有些的資源裡面 來帶起學生在學習的時候 可以間接地啟發他們 對於相關的資訊 自我的通向 當然很多的學校都祈福 從不同的這些活動 來培養學生的能力 尤其是從做中學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很多的年輕人 他們是在社團裡面 學會暗示的態度 尊重別人 和組織的能力 甚至自我興趣的培養 我們也可以看到 就是說 有些戲所裡面 規劃出來一些 讓帶著學生去參與社會裡面 甚至讀物的 這樣的一些學習的課程 對學生在具體做的過程裡面 感受到社會的責任 參與 也有很多的學校 包括南華 對大一的青春 在長年裡 因為長年不是自自然 但是他十二歲 他都成年了 要在長年的過程裡面 讓他體會到 長年這件事情是 什麼不容易的事情 是多少的社會官才參與 和父母 學校 各個環節 共同配合 才讓一個人 能夠在社會裡面 面臨了這麼多 生命的一個轉換 所以在他成年的時候 一方面祝福他 另外一方面 喚起他對自己 生命的尊重 大家共同來 做成這些事情 所以這些都不是課程 但是都有某種的意義 也都希望能夠達到某些的目的 但這些都沒有辦法 加入到正式的課程 跟教育的機制裡面 就是這麼的重要 跟周教授一樣 在有關兒童徒經 徒經運動 我自己做過一些研究 因為我長期在對於 教育社會學的關心 也認識到 現有的教育制度 無論是在西方 或是在台灣 我們都面臨同樣的困境 就是說 教育這個領域 理論上是能夠解決 社會階級的不平的 和地固點的不平的 希望能夠給予 每一個學生 只要有心的 可以克服他 在先天上面的限制 家庭上面的不平的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 我們在教育社會學 過去的大概三十年 四十年 幾乎所有的研究 都告訴我們 教育不但沒有解決 階級的不平症 教育反而複製了階級的不平症 所以我自己在過去十幾年來 一直對這樣的一個議題 就是什麼樣的一個制度 什麼樣的一個做法 能夠在階級複製的問題上面 有所承諾 當然個別的小孩是有可能的 但是在一個集體的一個群體的學習過程 裡面 階級複製的問題很難克服 唯一我看到的希望就是在 社會學習過程 因為社會學習過程 沒有教材的問題 沒有學習的問題 沒有家庭 資源夠不夠的問題 所以幾乎是我看到說的意思 我自己也做過學院 也做了好幾年的研究 看到了就是說 對於階級複製的問題 幾乎唯一能夠逆轉的可能 就是在社會學習過程 所以這一點我也非常敬佩 王財貝教授 在過去二十年來 持續的一些推動 回到周教授的這個論文 所以他在這裡企圖做了一個工作 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我們在大學 大學生來擔任志工 帶小朋友跟陪著家長來帶小朋友 讀金的過程裡面 對大學生也是一種生命表現的 就是說他不是只是 客觀的來帶小朋友做完了就算了 這個過程對他來講 卻比他在其他領域來講 還有更多的收穫 就是他可以在生活生命 跟學習的過程裡面 和周教授 而周教授覺得 他的這個大學生 擔任義工的過程裡面 其實學到了這個工作 學到了什麼 學到了自信 就是這些學生的自信 學到了他們 可以去面對小朋友 教學相當 學到了他們在帶的過程裡面 自己也開始尊重經典 也就是說他不是為了考試 來讀這些東西 而是他在帶小朋友的過程裡面 他不是不覺得自己也更尊重經典 也在潛移的過程中 學習這些相關的知識 更學習到怎麼樣 帶動一個團體的活動 能夠維持秩序也好 或者帶起小朋友的興趣 還能夠跟家長 有所不同 這些都是一些 直接間接的收穫 從這個過程裡面也看到 就是做教授帶著這些大學生的 這個團體 本身對大學生 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團體 只是客觀的 在不同的課程裡面學習 有些東西恐怕是學不到的 也就是說 包括小孩的成長 在這個過程裡面 小孩的那種活活生命力 讓大學生在帶動的過程裡面 更體會到成長這件事情 需要的一些關注 所以對每一個小朋友的講 他們同樣都有一些奇葩 我們設想就是說 就是說論語裡面 孔子講了一些不同的道理 然後甚至對於學習這件事情 也有很多不同的奇葩 就是說孔子說 對一些講的 他說 雖曰未學,不必為之學矣 這就是學是什麼 就是有些人看起來 好像沒有學什麼東西 但是他的態度改變了 他的生命情調改變了 他處事的積極度不同了 孔子覺得這就是學習 對不對 就是說 論語裡面 學而實習知乎亦樂乎 學而實習知乎亦樂乎 學了以後 不斷地在反復著這個感受 消化融通的過程裡面 會有快樂、會有喜悅 這些是我們 現有的教育制度裡面 不容易感受到 因為我們學習 是痛苦的經驗 所以這一部分就變成是很重要的 怎麼樣就是在學生參與的過程裡面 他是有喜悅的 他是會白醒的 他是會檢討的 所以我們從周教授的這樣的一個例子裡面 其實我們看到了這些成果 但是我最後我也要提出幾個建議 從周教授所參考 雖然我們看到了這麼多有效的這些實力 跟成果 對於生命教育來講 具有相當的啟發 但是我們還是要有一個客觀的一個 說服討論的機制 因為周教授在論文的後半段 把學生自發的擔任義工的感受 把它做描繪 但是我們如果從 這個是這些參與活動的這些義工的主觀感受 我們怎麼樣把它做一個比較 成為一個客觀分析 這一點我覺得是 還給了你們一想 如果能夠把這個做一個客觀的轉換 對於研究來講 是有更重要的 我這次就說到很明顯 謝謝大家 我們謝謝周教授的評論 那兩位評論 對兩邊的提出一些看法 是不是 容許我這邊 給你兩個研究團隊 在各兩分鐘的時間 是做一個回憶 先請季教授 好 謝謝主席 各位好朋友 哪會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來得及 我簡單講 非常謝謝陳書堅教授 我本來是一個高人 的確這篇文章是很長 本來是看靈性健康的生命態度 我們曾經在香港兒童靈性 國際研討會發表過 但是因為現隅篇幅 主席他只不過二十個 所以我們一直把它拆了兩天 所以有剛才的問題 感人非常謝謝 那第二個 就是關於靈性健康 他通常有兩種方法來研究 一個是剛才陳教授說的 等學研究法 譬如說靈性生病教育的教學 要用靈性健康是很好 他就前側後側就弄側 做最道德的實力解決 另外一個方法是用問天教授 我們就用問天教授 就是好幾百個人來做調查 然後你還要看靈性健康 對靈性健康 對靈性健康 怎麼可以達到 我們沒有試著這個見面 歷經來源地別的意義 宗教 這時候我們用生命教育方法 怎麼去幫忙 這四個後面的提升 那第三個 非常謝謝 因為以後有機會 我們再做家長 有學過生命教育家長 沒有學過生命教育家長 這樣做靈性會不會有幫助 還有就是剛才講的差異的圖 那不確 因為我們見面十幾個表都省略了 也把最後的一個表放上去 也就是說 他有差異的時候 我們在做絕非的一個生命工種比較 那誰比誰好 但那個表都很清楚 我沒有列出來 很抱歉 那就是在你憑不可欠 還有一個沒有講到我補充 其實這邊呢 結果是非常影響 那很不好意思 我就是有意做 方便抽樣 用意抽樣 也就是說 那當時有來修生命教育 這個學生的老師 他回學要去做 但是他本身就是教得很好 他的學生也是在他的教範圍 那所以在我們的節目好 是他 那我故意要這樣找 就是說有好好受過這回生命教的學生 但他的靈性健康是不是比較好 就是我們當時有這樣多的意義抽樣 那最後我講的靈性健康 那剛才講到餐飲的一個服務業 其實我們都以為靈性PQ無飄渺 我很高興在國外 有很多的量表是跟人來測試 講句說一個餐飲人員 相對的好就是發的好 這是靈性發狂 他不能用心做菜 而且對方的營養 對方的衛生 對方的貨 或應該怎麼說不美假年 不能考量在那個時候 那就是有營養的便當 那這時候也非常需要這樣 就是大家好 我常會好 我覺得這是 我今天要很重要的一個意思 謝謝 謝謝季教授的 我從接下來請周教授 謝謝翟老師 在這邊我想我要老師說 就是我只是很老實的在讀經 其實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寫讀經的論文 只是因為這個 額掛在我們學校申請了一個叫做 對不起 因為在計劃 我要講 卓越師 課程的那個計劃裡面 那裡面我們就有提了 有一個小的論文叫做 品格教育 就是剛才老師說不能教 我也覺得不能教 我覺得只能運牌 就像進梅子一樣 對 那這第一個我要很老實說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把它寫成論文 那那個讀經志工的手札是怎麼回事呢 其實他們開始在讀經 因為這些孩子他們都是有心將來要成為教師的 所以我就說 那你就可以開始計劃 好 你自己有什麼收穫 那我們今天討論什麼議題 好 那只是因為這樣然後到寒假的時候請他們說 因為我要發表論文 然後只好請他們說 欸來 那我設計幾個問題 然後就回答一下 就這樣而已 所以 欸農國人客觀的比較呢 這個 我想一下 那有沒有辦法做抽樣調查 因為只有七個 那個轉一圈就是size 也就是六面對不對 好 然後所以我要想一下 我要用什麼法這樣 那 我的理念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我從沒沒想過 要把它變成學術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的學術品就不在這個部分 我學術品就是在佛經的語言的部分 所以我今天勞過幾年 對 所以就是說這幾年也是跟 呃 來跟尤老師報告 我這幾年沒有寫生本 或者在幹什麼 我就很好 嘿 那就是很老實的帶入境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 需要有人做 而且現在的孩子這麼茫然 我希望有更多人 可以來關注這個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教教師的補充 好 我們現在時間 呃 是 兩點五十三分 那是不是待會我們 我們在場的各位夥伴 我們統一提問之後 然後我們在一起 啊 兩篇啊 那麼發表的同仁喔 來做一個紀錄 然後最後做一個統一的回覆 好 我們接著開放啊 做提問 來 請 是的 以及報告的老師 我這裡有一個問題想請問 就是說 剛剛基老師有先提過 就是說 限制針對有受過生命教 跟沒有受過生命教 的老師所教出來的學生 無限的程度是如何嗎 那我 因為我在你這個內容 沒有不想是因為 跟張姐卡掉了 還是本身有沒有考慮到 就是說 課程標準是否有考慮 因為很顯然就是在學生的 問訓調查裡面 他有提到就是說 有的認為他沒有受過 生命教育的課程 那我不曉得說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老師您覺得 生命教育課程 有沒有需要有一定的項目 那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也是跟第一個問題有先 就是說 對於生命教育的時數 就在這陣的一個連作當中 請問一下 有沒有限制 超過多小時以上的學生 他的生命教育的 的一個期八 才會有一定的項目 建議他 那第二個小問題就是說 那如果說在教育的 假設我們假定說 這個時間是有相關的話 那適合的是集中式的教學 還是分開式的教學 謝謝 好 謝謝 請問是哪 小玉川我是南華九世級的 畢業生 那目前是在 中央的研究所 不是分就學 謝謝 謝謝 老師提到三個問題 生命教育的課程 是否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那第二個是 對於生命教育的時數 是不是有年齡上的一個限制 或其他的限制 是嗎 不是 時數 時數 受教的時數 受教的時數 是 第三是要集中 還是要分 是 他這個時數裡面 是一個學期裡面的 分散式的教學 還是集中式的 是 那我們請 穆基老師這邊 先做一個等理 那我們還要不要 其他夥伴 提人還是 教授 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有限 我是搶著位 真的很感謝 就是說這樣 兩篇論文真的 提供很多 參考的意見 那我先對 那個 一箱 要做這一篇 剛剛 詹老師提的 當然 就是說 你沒有要寫一篇 這個圖經的 可是我覺得 你整篇的文章 其實有 那樣子的 一個架構 小小的建議 在那個 第五接到 第六的部分 因為你前面一直在談 生命教育 甚至對大學生的重大性 但是到第六 突然就轉成 那個裏教系 古今班的經驗 它是實力的分享 我覺得 是不是在這之前 談一下 古今教育 跟大學生命教育的觀測 或觀測 這個結合以後 然後做一個實力分享 那自然就 就算前面談的 不是說 完全可以客觀分離 但是至少 帶出 它是有相關性 這是小小的建議 那對季老師團隊這一篇呢 剛剛一位評論人 有提到 有這樣的一個 可以延格的學術論文 那我自己在讀這篇文章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標題 是不是 國小學童 這個是研究對象 靈性健康 與生命教育 它可以是兩個 就是剛剛 評論人說 可以做靈性健康 也可以做生命教育 好像是分開的 但是 又好像是 針對國小學童的 靈性健康 與生命教育 兩者 是相關設的 那我想請教 季老師 當然你這篇文章 前面做靈性健康 後面做生命教育 可是 好像進一步 那個靈性健康 跟生命教育 之間的那個相關性 相互影響是有的 所以 針對這一點 是不是季老師 待會兒來 我請教 謝謝 好 謝謝 有什麼提問 還有沒有哪位 我幫你提問 請把握時間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是先請 季老師 這邊 做 我想第一個回憶是說 這個 這個節目 我倒沒有指教說 有受生命教育 課程的老師 沒有受生命教育 課程會去教學 沒有這樣做 還是說 這些老師 他是受過生命教育 他是教學的學生為主 那以後 那以後應該可以再比較 這些學生 他受過生命教育 但是他的老師 沒有算過生命教育 課程 是可以這樣比較 當然我們這邊的學生 都是受過生命教育的課程 而且他的老師 也修過這樣的一個學生 那第二它是有同一的標準 像教育就委託嘉義大學 他開了 所有的教育大學 就有開兩個學生的生命教育的課程 的心理研訊 讓國小國中高中老師來研訊 那另外高中老師 因為他已經變成技術課 剛才我們都會講過 那就是說 他是第二專長 他可能有課程要27個學生 那這是講那個 課程標準的問題 那第三個就是說 他到底是 學生上多少小時 學生同樣的時數 比猶豬厲害的時數 那在小學那有兩種 因為他規定在中和領域 一個學生要上到10個小時 那另外一個 在其他這種的課程 像博文啊 文書啊 他可以用榮路式的一個教學 那榮路做榮路 早就看哪一個專業老師 他的一個情況 那這三個問題 我簡單這樣回答 那當然由老師所談的是這樣 我想有幾個節目 可以再調整 應該是說 我想要你的兒童 靈性健康去探討 那這個生命教育 應該是當作他的一個 為了使靈性健康 要怎麼做 在生命教育上怎麼教 我想也許 今天這樣的感覺 會真的講的是最準的 那原來我們做的 對不起 在他最前面的那個醫生表的 是寫 生命 靈性健康跟生命態度 那真的是兩組 對他們的相關 那因為偏埔 所以生命態度 有些話 從來沒有改成 那在本身的題目裡面 也許可以就是說 我小六眼講的 從靈性健康去探討 然後從生命教育 去走的去幫助他的 人生 甚至那四個共用 以前曾經做過了 校長也許做得很清楚一點 謝謝 好 接下來 這是請周教授 好 我剛剛其實說 我真的是沒有想到要 要把它寫成漏文 所以 但是為了要符合 比較像漏文 而且要來哲學系發表 所以我就很認真 很認真地看那個生命教育 所以包括 金耀老師打電給我的時候 其實我上一天 是在寫 丹江大學禮拜 後天要發表的一篇 補舊教學 補舊教學的東西 因為現在有很多很可憐的小孩 就我 老師就把我從補舊教學 又把它 然後讓我一定要 再看生命教育的東西 那我覺得 這個我會努力 不過 目前為止 我覺得像我們自己那兒的 讀書風機都不好 更何況是經典 好 因為這樣會好一點 對 因為哲學嘛 一定要接觸遠點 是吧 那我們 那就比較差 他們都不讀書了 更何況經典 更何況 很少能夠跟他們提到生命 那只有幾個 真的生命比較契合的 把它抓來做 教育 然後順道教育我們 我們都說對 我們也有在做生命教育 可以學生教育我們 不是對教育 不過老師講的這個部分 我會再努力這樣 好 也謝謝老師給我這一次機會 謝謝 謝謝周教授 都很客氣 那季教授這邊有一個問題 要來做一個交流 然後請教授 來 請教授 你知道他們的小學老師一個月是兩千塊的薪水 都市可能三 假的就是看 這個大都市 不是 我是說小學老師齁 在大都市可能四千 在中等三千 在稍微鄉下是兩千 那他要一千塊就去給孩子交學費 他願意讓他去讀經 我今天幼稚園就去讀經 整天在那邊讀 甚至他們暑假 我小孩子也還有一星期在那邊讀經 但是我聽說 數值不太一樣 也不太精神 要看那個吃工或者培育的時間 那我覺得有這樣的一個研究報告非常好 當然我剛才本來想請教 因為吃工的成績時數是多少 那我也想建議說 理教系可以來開一個課程 有學生的課程 我們去教孩子讀經 他的教學法 他在這個課程 那有這樣的一個聖道 他可以出去教課 一直在大陸是很夯的一個 很享受的一個世界 他們真的是很流行 很重視 那我覺得是一個好的現象 也不適合反攻大陸 用讀經就攻進去 謝謝 順著敬老師剛提 就是說王老師在大陸也推廣的蠻有 那為什麼他們會發展出來 這樣要一千塊送小孩去讀 理論上應該是 我們在台灣讀經是免費的 對 我很好奇 我簡單報告一下 像生命家也有送費 這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說什麼時候他們就要辦這樣的班 那獨金在最早就是免費的 那後來就有人的收費 效果還不錯 有人的收費效果不好 就變成好幾種情況 都出信 反正只要有好力的 他就要往那邊去讀 所以你的教育還是很重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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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師 幫我補充 那如果按照王財哥老師說的 基本上讀經是不需要收費的 包括其他在 退休之前 他一年就跟我提了 可是 他就丟了一本開班計畫給我 然後我看了最後一張 保證金一千塊 那我就想 他收那一千塊我要去開戶 然後我覺得 已經這麼忙了 然後 然後我就說老師不要 他說 以前有收 我說 啊不再收 我就給他放了 那老師就是 等到他等不及了 他就答應我 就不收保證金了 那我就跟還 我就跟講說 我不收任何費用 就是提供這樣的時間 人場合 不來 那我們一起讀 好 一起熨導 然後呢 你如果有事你就自理 對 你只要把你小孩管好 不要打到 把別人頭打破就行了 好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我想回應一下 我們後來語教系 今年開始有新的課程 是有讀經教育 從大學部研究所到 碩博士班都有這樣的課程 那我們也很認真的 希望可以往所謂的 教法的部分 好 那在我們的進修推廣部 我上禮拜才剛上完 就是第一屆 經典師資培訓課程 三十六小時 我才剛上完 對 對 就是我們幾個老師分則上 有 其實這個部分 其實如果按照王老師的事情 其實根本是不需要繳錢 自己讀一讀 讀 讀一百遍 奇異就自限了 幹嘛去交錢來給我們呢 對不對 對 我寫這一篇 其實我也蠻高興可以來這裡 算有點繞過 這樣 不過我是希望說 希望大家可以重新去找到 經典的那種 在現代社會的生命力 跟重新尋得它的價值 因為就像從剛剛宰老師講的 很多東西是沒有辦法交的 它是孕育的 所以我真的很羨慕各位 在這種好的環境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第三場的發表 非常感謝我們 替解邦教授 周恩學姨老師 陳雲老師的發表 周焦教授的發表 也感謝陳淑娟教授 跟澤文教授的評論 那也感謝周恩的旅會 那如果一有未盡的話 我們還可以再做一個交流 那麼非常期待 我們如果這一篇 國小六年級的一個 靈性健康生命教育 從這一端開始 到未來的大學這一端 如今的啟發 那將來我們台灣整個的 生命教育應該會 就一個點到線到面的 全面的一個發展 這讓我回想到以前 我高中只要考大學的時候 我們是自己就拿起來念 念著念著 什麼突發不足以自行 學二十一 就朗朗上口 乘幾二十 現在我們還得要用一個 什麼方式 什麼樣花錢的方式去推動 去推廣 我想我們大家一起來思考 那麼感謝大家的允費 我們這一場的發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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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